国务院总理李强6号在印尼雅加达先后出席 第26次中国东盟十加一领导人会议 和东盟与中日韩十加三领导人会议 在十加三领导人会议谈上 李强就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 阐明了中方立场 表示核污染水处置关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 日方应该忠实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 同邻国等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 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置核污染水 6号上午李强出席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 李强在发言时表示 2013年以来中国与东盟走出了一条 共同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 中国与东盟携手前行相互成就 在世界百年变局之中 成功地走出了一条长期不灵友好 共同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 李强就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出四点建议 包括携手打造经济增长中心 推进新兴产业合作 维护地区和平安宁 扩大人文交流 他强调只要持续坚守正确道路 中国东盟合作就将牢不可破 行稳致远 东盗主印尼总统佐科 积极评价中国同东盟的友好关系 6号下午 李强出席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李强在讲话中指出 各国在相处交往中要求同存异 求同化异 十加三国家有共同的家园利益和机遇 今年中国经济有望实现 5%左右的增长目标 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可期 李强还强调 各国要反对选边战队 集团对抗和新冷战 要夯实十加三合作基础 共同应对风险挑战 努力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凤凰卫视中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